今天提案 主要是我們這次即將要發起一個叫做程序正義的movement 那什麼叫程序正義呢 程序正義是在於解決爭端跟支援分辨當中的公平理念 我們的社會現在為什麼會這麼紛亂 其實就在於我們沒有所謂的程序正義 或者是執法的會外化 執法的就被玩 或者是說就follow他的社團 或者是接利益者的一個要求去配合他們 那我們即將想要發起的這個程序正義的movement 其實希望能夠target在明年的立委選舉 我們希望讓每個我們所選出來的立委 都能夠了解什麼叫程序正義 而中間就是有意識規則這一塊 所以我們這邊的 或許大家不會覺得 就是程序正義究竟對我們的生活有多重要 重要在哪裡 當今年張慶忠在那個主席臺上面 在旁邊用30秒強制的通過一個法案的時候 它引發什麼 它引發了就是太陽花學域 那我們看到就是 我們一般的民眾的民主的素養 其實都已經提升到一定程度了 可是我們似乎還是不知道 當我們在選立委的時候 或選立法委員或市議員的時候 我們要用什麼標準去做這件事情 所以這是我們為什麼希望能夠提起 就是意識規則這邊跟程序正義這邊的一些教育 那接下來我們要做的一個網站 我們將會做很多的懶人包 很多的影音的課程 那用也要揮諧有趣的方式 深入大家民眾的心理 而且還會做一些電視節目 那我現在需要的是要做一個網站 匯集這場所有的一個內容 那我們所做的這個Web 2.0的網站呢 不會只是一個單純放資料而已 而是希望它能夠做到 地體的發酵的一個互動型的網站 所以我會需要城市的人員 我也會需要一些B-data分析的人員 以及跟就設計的人員 那我希望你們能夠跟我們眾 一起來參加今年的這一次的一個活動 那我們報告到老店 不好意思 我補充一下我們是什麼單位 我們基本上是一個 目前還沒有成一個正式的單位 但是我們是有一群希望們hybrid 我們台灣的一些五六零年代 一些前面的長輩們 跟我們年輕的這些族群 一起來能夠創造一些火花 產生一些chemistry來改造我們的社會 那想知道更多請來介紹我 這樣子 OK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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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